所以你說這個是人家的香油錢就對了 對啦 然後他是 是他那個人家辦事 然後功德香落的錢 我怎麼知道 夫人到銀行換錢 卻在櫃台前比手畫腳相當緊張 原來他被行員發現 拿來換美鈔竟然是假鈔 警方貨報到場了解 他是在算是在 那算公廟嗎 對啊 他回的啦 他在問書 人家會落金下去 突然遭到盤查 夫人一臉茫然 不斷強調這兩張百元美鈔 美鈔不是自己的 要他可能是這兩張 要他因為他要拿東西 我是說好 不然我沒辦法要去銀行 我先把你拿去換 再三表示 對假鈔真的完全不知情 原來這兩張100元美金 是新北板橋一間公廟 有信眾問世後 投入功德香的香火錢 廟公委託他來兌換 加上自己從來沒有用過美鈔 才無法辨認真偽 以銀行專用放大鏡檢視後 該美鈔的色澤 防偽設計及質感 以真鈔差異國大 初步鑑定這兩張美鈔涉嫌偽造 但其實百元美鈔可以透過 投向領金的觸感 以及100元的線條 就能輕鬆分辨出真假 保氣總隊已統計 從今年7月到這個月15號 已經查獲482張未鈔 其中500元就有5張 到1946年美國聯邦銀行就已經確認 大額美鈔100塊錢以上的 基本上是只收不付 警方強調500元美鈔 美國早就沒有流通 如果出現在市面上幾乎都是假的 年關將近民眾分辨真假鈔 可以再三確認 小心謹慎 以免為了換鈔而觸發 TVB新聞綜合報導